热情迎宾客 欢喜来团圆 小朋友广结善缘的方式 口说好话问候 也有头竹筒行善 如果花了一天有剩下午 都会拿去先 就是帮助吃药的人 障碍的 慈继职工为受邀请来的家庭成员 检视身体健康的状况 就读高中的陶同学 法量多 难整理的困扰 志工帮他解决 我觉得清爽很多 就是刚开始剪的时候 我怕事故不懂我的意思 然后就是剪坏掉 可是剪出来效果还不错 整个板桥静思堂 聚集了三峡 树林 土城和板桥 此际关怀照顾的男女老少 提早互道 恭喜新年好 在新店静思堂一首名歌小草是鼓励彼此有共鸣 对 我们真的是一直需要有缘跟我们说加油 对 不管是今天好一点 明天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就是要不断地加油 我也有发愿说 当我如果病好的话 脚可以行走 我就要去做环保的志工 慈济人把阳光带进每个需要温暖的家庭 然后把人带出来 他们就不会陷入孤单无助 甚至可以互相学习 把爱传出去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